哈喽大家好 现在又到了炎热的夏季 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买的西瓜很大 吃不完 一般都会切下来放进冰箱保存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冰箱的家庭该怎么保存呢 我们今天来教一个保存西瓜的小妙招 这个小妙招是我从瓜农那里学到的 准备一个大西瓜 用刀把西瓜给切开 哇这个西瓜还是不错的 然后再准备一个大号的保鲜膜 把保鲜膜裹到西瓜上面 不要整个西瓜都裹 裹到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后裹一圈裹严实 然后用剪刀剪掉 再把高壤部分用保鲜膜包好 排出空气 再准备一个大点的盆 把西瓜放入盆中 然后加入清水 水不用太多 没过西瓜的三分之二的地方就可以了 就这样把西瓜泡在水中 放十天都不会坏的 我们每天都换一遍清水 让清水保持干净 保持清爽 这个小发发你学会了吗 学会的朋友就试一下吧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这样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